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大家 而且爱多美这个事业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 所以今天呢带来非常多的内容 跟伙伴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还记得啊 我在加入爱多美之前呢 我邀请了我非常多的朋友 一起来经营这个事业 但是他们都跟我说 关瑶你自己做就可以了 我们当会员就好了 那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月过去了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赚了多少钱 我说两千多块钱 第二个月的时候呢 还是两千多块钱 第三个月有进步一点了 四千多块钱 所以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赚了八千多块钱 那我常常在分享 我在加入爱多美之前呢 我是有女朋友的 但是加入爱多美之后呢 女朋友就不见了 这让我体会到了几件事情 就是如果在座的各位 如果想要跟男女朋友分手 你就跟她说 亲爱的 我决定要去做船直销了 这样就会加快分手的速度了 但是在爱多美 台湾落地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是当初的一百四十几倍 所以在我二十七岁 我今年二十七岁这个年纪 我拥有了这一笔的财富跟收入之后 我发现这完全不是靠我能力而来的 我不断地在参与成功学院成功系统 我从一开始跟各位一样坐在台底下 我一直在想 这个事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到底什么时候 才可以向台上的成功者 站在台上跟所有的伙伴分享呢 当我不断地参与 不断地参加的时候 我发现 哇我的视野 我的头脑不断地在转化 不断地听董事长的话 李博士的课程 我们不只口袋深了 我们脑袋也开始改变了 所以在座的伙伴都是非常有福气的 那在奖金制度之前呢 邀请所有的伙伴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这个活动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借我你的双手就好了 我说我准备的时候呢 双手打开 那我会开始倒数 我数一 二 三 听到三的时候呢 拍手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那直接开始咯 准备 一 二 还没有说三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 一 二 好 最后一次了 一 二 三 记得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代表什么呢 大部分的人相信自己看到的 但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而且在同样的事情上面 会犯一次 两次 甚至是三次以上的错误 但是今天爱多美来了 我们看到了 也听到了 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怀疑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奖金制度呢 有一个有趣的话题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 都有一份在职的工作 那来到了爱多美 为什么呢 因为想改变自己的未来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分享给大家 如果在座的各位 或者你的朋友 是一个上班族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上班族工作三十年 那一年有十二个月嘛 那如果月薪是三万块钱的话呢 好 我们来帮大家算一下 这三十年会赚多少钱呢 总共会赚一千零八十万元 那么在家里 有没有小朋友要养 要嘛 我们赚的钱要花在哪里 十一住行育乐嘛 对不对 那我们其他的不讲 我们先来讲吃就好了 光吃呢 为什么吃不饱呢 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父母 对不对 那我们来算一下哦 假设小朋友啊 家里的小朋友 一餐的餐费是六十块钱 那一天要吃几餐呢 嘿对 一天要吃三餐嘛 那三餐一年有几天呢 对三百六十五天 那我们不要算很久 我们就算了 这个小朋友从出生 到他成年二十岁的时候 总共会花掉这个爸爸 还是妈妈多少钱呢 他总共会吃掉一百三十一万 那大家再想一下哦 一餐吃六十块钱 你们觉得够吃吗 可能在台北 买一个鸡腿便当都不够 那吃便当要不要配饮料 要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算是很保守的算法了 所以哪有吃薯条 不能点可乐的道理 就是这个餐啊 你只能二选一而已 你不能任何所有的升级 所有的套餐你都想要的 那我们再想一下 现在的家庭 一个家庭要生几个小孩 对平均两个嘛 两个恰恰好 一个吃一百三十一万 两个就吃多少 两百六十二万 那夫妻啊 先生跟太太 两个人要不要吃饭 再加两百六十二万 那先生有没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要不要养 这不是给生活费哦 就只是让他吃饭而已哦 吃一顿饭哦 那太太有没有爸爸妈妈 应该不会有人说 好在只剩一个的吧 应该是希望都健在嘛 所以先生的爸爸妈妈 太太的爸爸妈妈 光吃啊 就要吃掉一千零四十八万 所以三十年的努力 然后拮据 省吃俭用 最后只存了三十二万块钱而已 那三十年你的努力 三十二万可以买什么 你可以买一间厕所 但是不含马桶 那你也可以选择买热透 你可以买六千四百张 博一下人生另外一个机会 但是毕竟 中奖的人是少数的嘛 所以我们看一下哦 是自己太天真 还是世界太无情了 那现场的伙伴 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的收入是三万 在后面多加一个零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对有的说爽 对确实感觉非常的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三万跟三十万的收入 过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 假设呢 你想要吃冰淇淋 三万你可能会买这一支 三十万你可能会买这一桶 这就是差一个零的魅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选择比努力更加的重要 大家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嘛 我们常常说谈钱啊 非常的俗气 但是没钱没力气 那么爱多美给我们的是什么事业呢 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世界上最赚钱的三个行业 第一个行业呢是毒品 第二个行业呢是军火 请问在座的朋友 毒品军火你们卖吗 不卖嘛 所以呢我们措施了两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有什么样的机会 跟在座所有的朋友息息相关 而且只是改变品牌 就能致富呢 就是我们家里的生活必需品 所以最优质的生活必需品 大家觉得在哪里买呢 没有错 最好的生活品质 最好的用品在爱多美 那么爱多美是什么呢 用几张图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我们爱多美呢 有百货公司专柜的品质 我们有大卖场 便宜的价格 同时我们有网购事业的方便便利性 再来我们有一个更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组织行销的倍增 集结而成我们爱多美 这么棒的公司 所以在爱多美有这么一句话 绝对的高品质 绝对低廉的价格 相信昨天伙伴听完我们的课程之后 会发现我们的商品 确实非常的不错 所以一定要去使用 好那经过公司的统计呢 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的 我们爱多美的退货率非常的低 代表着客户满意我们公司的商品 同时也解答了很多新朋友的疑惑 没有从销 没有业绩的压力 没有责任额 那到底哪里赚钱呢 关键就在于我们公司产品的品质 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请各位呢 一定要去试看看又看看 未来的爱多美是什么呢 就是你我生活中的大众精品 包含说现在已经是了 没有人会问你 有没有听过爱多美了 所有的人讲的都是什么呢 是谁邀请你加入的呢 你是哪一个教育中心的呢 你知道爱多美还有什么商品已经上市了吗 你报名了成功学院吗 你去研讨会了吗 当所有的人都不断在讲的时候 爱多美的魅力真的是无法挡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从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 还有会员的发展蓬勃来看 这个都是绝对是正向的发展的 好那还有几点事情 想跟大家来宣导一下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原则中心 在领钱之前 这个一定要知道的 原则中心是非常重要的 禁止囤货 抢线 跳线 跟自制DM 贩售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尤其是抢线这一点 好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事业啊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最便宜是最贵的 怎么说呢 在座的各位 50块钱就加入 就是会员了 那很多的成功者 透过努力 现在的50块 变50万 变100万 变200万 十几万 哪怕只是几千块钱 都是多出来的 但是我们一旦违反了 公司的原则中心 轻者停权 重者除名 所以最贵的代价 就是违反原则中心 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在爱多美这个事业 钱是一定赚得到的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 荣誉感 荣誉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个月 是销售大师以上 甚至有几千块在领 你有带伙伴 来学习参与 那么在座的各位 你就是领导者 一个领导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品格 如果今天我们的会员 到了别条的线 或者你抢了别人的会员 那么跳线的会员 他会光明正大的做吗 不会 一定会偷偷摸摸的做 有事业是躲着做 会成功的吗 没有 爱多美这个事业 非常的特别 他后面会赚到 非常多的钱 但是前面除了赚钱 成就感 荣誉感 是非常重要的 当躲着做的时候 那个热情会丧失掉 如果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跟伙伴宣导一下 好 那爱多美这个事业 如何经营 如何分享呢 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加入 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只有50块钱的 公本费用 那在台湾呢 50块钱加入 你可以买到我们公司的 入会申请书 那里面有我们爱多美 成功的第一步 导引大家 里面有所有教育中心的资讯 同时有我们公司的目录 还有我们的营运规章 所以请大家呢 在经营这个事业之前呢 里面的内容规章 还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那么为什么 不要自己上网架设网路呢 因为没有经过公司审核的资料 很容易是出问题的 那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呢 这是个人的责任 不是公司的责任 因为公司在里面 会员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同时呢 我们加入之后 公司又送我们一个全球的购物平台 所以我们不要做很辛苦的事情 我们做很轻松的事情就好了 那这个系统的平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影片 包含说想要了解公司 就看我们浦汉级董事长的公司介绍 想要听心灵成长方面 脑袋要让脑袋提升 我们可以听李博士的演讲 后台有非常多优秀的演讲者的影片 我们都可以不断的在学习 同时透过我们全球的平台 右上角 有世界各国语言的版本 那当我们的朋友还不是会员的时候 我们只要给他我们自己的访客密码就可以 让他直接进入系统 看所有的影片跟资讯了 那么每个会员要拥有这个系统 跟每个月不断的收入进来呢 就是要有爱多美的会员资格 那爱多美的会员资格非常的简单 一年买一件家里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家里缺洗衣服的用品 我们可以买洗衣精 我们也可以买洗衣粉 爱多美是一家真正把市场还给消费者的公司 今天买多买少家庭的大小日用品 用量的快慢 都由各位来决定非常人性化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伙伴开玩笑 如果你不想当会员 你就一年都不要买东西 你就失格了 所以爱多美真的是非常简单 自由人性化的一个事业 那么我们的会员要上哪里 买到我们爱多美这么多优质的商品呢 就是透过我们台湾公司的官方网站 那网路的事业 真正大的事业 请问在座的伙伴 没有手机 没有平板 没有网路的 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吗 没有人举手 非常的少数 我们可以说拥有了这些电子的资讯设备之后 我们在到处各地都可以做事业做生意 一年有365天手机平板 连接得到网路的地方 我们通通都可以下订单 那么爱多美没有旗舰店 也没有专卖店 我们通过我们爱多美的物流厂商 直接配送到每一个家庭 减少当中不必要的开支 跟人事管销的成本 所以得到的利润 更多的利益 分配给我们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消费者 这是爱多美很重要的理念 那么我们的会员朋友呢 要如何才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价格呢 买越多越便宜 最多几组呢 对 最多四组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爱多美是什么呢 我们是一家团购公司 那我们可以一个好朋友 自己一人买一件 我们可以邀请四个好朋友 一起团购 纠团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纠团 那举例 我们公司的六件组 非常的畅销 那么很多的朋友 特别是爱美的女生都知道 可能有的精华液一支就四五千块钱了 可是在我们爱多美呢 四千五百八十块钱 是买这么大一套的保养品 同时大家想想看我们的研发单位 哇 是这么棒 优质的研发单位 但是却这么便宜的价格 那么听过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嘛 有些伙伴啊 当初可能是贵妇刚买 在韩国 那他觉得这个保养品 怎么这么便宜 不敢用 所以就把我们的保养品先擦哪里呢 先擦在他的屁股上面 那发现啊 诶 擦了一阵子 怎么好像皮肤 那个屁股的皮肤变得很好 才开始敢擦在我们的脸上 所以家里的 就再拿去擦在身体上 所以有非常多的见证 非常多的分享 确实我们的商品 是非常超值的 那么爱多美这个事业 怎么经营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不断的分享 把自己使用的结果呢 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爱多美所有的会员 都要有自己喜欢的商品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的普董事长 也不断的在说嘛 我们自己要先喜欢我们公司的产品的 爱多美事业的经营者 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不喜欢用我们爱多美公司的产品 也请你千万不要加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把自己使用的效果呢 分享给朋友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奖金制度方面呢 要如何领到优渥丰富的奖金 年金式的被动收入呢 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呢 领钱之前来了解一下 我们爱多美的组织架构 我们公司呢 是双向制的两条线的延伸 那么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呢 跟现场的伙伴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是无限代的延伸 很多加入过组织行销的观念 都停留在三代 五代 七代 但是在爱多美全球 无限代是怎样呢 举例 我只认识了第一排的朋友 但是呢 第一排会为我带来第二排 第三排跟第四排的朋友 所以无限代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呢 是看不到尽头的 到最后一排的朋友 通通都是 所以在座的朋友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假设你是坐前排的 你往后看 那个通通都是你的会员 坐上面的朋友 往下看 这通通都是你的会员 这样的感觉好不好 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小兵也可以立大功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这样的制度 早点加入怎样呢 子孙满堂 那晚点加入呢 祖宗满堂 所以在座的朋友 是何其的幸运 我们台湾 是讲华语的第一站 将来有世界各国的好朋友 都会成为我们的伙伴的 再来第三点呢 我们是一个跨国连线的事业 全台湾有2300多万的人口 但是在全球 有超过70亿的人口 所以我们是赞助台湾 放眼全世界的 那我们落地的国家 在韩国、美国、日本、加拿大 新加坡、柬埔寨 再来有这么多东南亚的市场 所以有努力的朋友 你一定会发现的组织图怎样 下面也有英文 也有日语 也有韩语 爱多美就是一个这么棒的全球的事业 一地注册全球经营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是全球PV在连线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睡觉的时候 我们可能美国的朋友买商品 他们白天订购商品的时候 我们的PV同时也在累积 我们在台中的朋友 在屏东的朋友 在嘉义的朋友 在下订单的时候 我们通通都有业绩产生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平台 那么我们领钱之前了解一下 我们是借由PV商品的分数 所有的会员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都会赋予商品的分数 那么公司是怎样呢 金额小分数大 举例我们公司的阿拉比卡的黑咖啡 一盒460块钱 有几条 没有错 80条 一杯咖啡不到6块钱 我们花少少的钱 得到优质的商品之外呢 还有3000PV的回馈 点数非常的大 再来我们公司第一名的明星商品 蜂蜜饮 透过团购的方式 四盒 平均一盒是2820块钱 同时又有10万PV的回馈 点数非常的大 那么PV有分两种 第一种叫做个人PV 第二种叫做团队PV 那么个人PV怎么来的呢 在很多的朋友 在还没有认识爱多美之前 是不是家里的生活用品 都去大卖场 都去超市买 那么买了那么多年 有越买越有钱吗 没有嘛 但是今天换到爱多美来买 我们一样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购买的同时 我们就是在累积自己的会员等级了 举例我今天 买四支爱多美的洗面乳来试看看 那恭喜各位 你就是1万PV的会员了 我后天跟我的朋友揪团买一套六件组 那你就是11万PV的会员了 下个月喝看看蜂蜜饮 你就是21万PV的会员了 所以我们个人会员等级 有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特色 就是永远有效 不会归零的 所以刚加度的朋友 要不要一口气买到150万PV 240万PV呢 不用了 只要照着自己需要的量 去购买就可以了 那么有伙伴就说了 那请问一下买到240万PV 代表什么 我就这样分享的 很会买很会卖而已 但是不一定会领到很多的钱 这个事业是要透过我们的分享 组织的经营 才有真正大的收入跟财富的 那么相对的来说 不同等级的会员 也代表着一天可以领到 750块钱到45000块钱 不等的收入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公司的第一笔的 安置组织奖金 也是所有伙伴透过努力 最快速可以领到钱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来做一个举例 钱怎么领呢 首先个人呢 满足1万PV以上 未满30万PV 那么我们只要左右区 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好朋友 无限延伸的业绩 通通都承认 那么举例 我的右手边 有这么多家庭的代表 只要有三个家庭 在团购6建筑 就30万PV了 那么我的左手边 有这么多家庭的代表 只要有三个家庭 在团购黑模型 就30万PV了 所以现场的伙伴你可以想象吗 我们要的不是一群的经营者 我们要的是一群的消费者 跟产品真正的爱用者 很多的伙伴搞错方向了 每个都跟人家讲 哇你来做事业啊 很多的人听到做事业会不会怕 会 一想到要做就觉得非常的累 然后本来想买产品的 结果你跟他说要交证件 要做事业要听课 连产品都不买了 对不对 所以 真的非常的重要 有的伙伴他不想做 先体验产品也没有关系 当个消费者也没有关系 今天在座的各位 才是要赚大钱的成功者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但是商品的使用 消费者的连结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每天大家想一下 这么多的家庭在刷牙 洗脸 洗头 洗衣服 吃海苔 吃拉面的同时 通通都是PV在累积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如果所有的生活用品 都换成爱多美的时候 那真的是非常惊人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所以我们未满30万 左边累积不限时间 左边30万 右边30万 我们可以领到多少钱呢 750块钱 那么要如何才能领得更好呢 就是个人累积到30万PV 那么我都说 为满30万PV的叫做消费者 就是用看看而已 好用再继续订购 继续购买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30万PV呢 代表这位会员是什么呢 爱用者 他不断的愿意 自己用完了 持续的去购买 持续的去消费 那么公司当然给予我们的爱用者 更多的回馈 一模一样的事情 左边30万 右边30万 不限时间 而且无国界的限制 你底下 你伙伴的伙伴 通通都是你的团队分数 左30万 用30万 我们可以领多少钱呢 是不想领钱吧 大约2250块钱 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不断的我们自己使用 分享跟团队的建立呢 我们呢 一天可以领到4500 一天有可能领到9000块钱 那考考现场的伙伴 刚刚有没有听懂 请问一下 我个人150万PV 那么我当天 左边30万 右边30万 请问一下可以领多少钱 没有错 大概是2250块钱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 当我领到钱的时候 我的个人分数 会不会归零 不会 还记得吗 个人分数永远有效 不会归零的 所以这个事业 真的经营起来 非常的轻松跟愉快 那么我们第一笔的 奖金制度的精神在哪里呢 精神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成功者 透过努力之后呢 即使能力再好 口才再好 条件再好的人 最高一天在第一笔奖金 就是四万五千块钱 一个月一百一十七万 所以很多韩国来的成功者就有分享过嘛 两三年前天天四万五 现在还是四万五 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董事长说过了 一天领到四万五千块钱的人 一个月一百一十七万 你已经是有钱人了 已经够了 更多的奖金是分给刚加入的伙伴 还在努力的领导者 所以爱多美的奖金制度里面 有我们董事长的爱 同时也有均富的概念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成功者 一个超级明星 我们要的是一群的百万富翁 所以我们公司设定的是 在每个月领到八万跟十万的高收入者 是最多的一家公司 这是爱多美最可贵 跟最有爱的奖金制度的地方 再来呢第二点 很多的伙伴第二笔的奖金 最关心什么事情呢 那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才能退休呢 我的目标到底要放在哪里呢 就是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销售大师呢 首先呢销售大师 就是个人累积70万PV以上的伙伴 不限时间 你就有第二笔奖金可以挑战了 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以你的组织图向下 左区的伙伴跟右区的伙伴 各自有满足250万以上的PV 在两个礼拜内行程 每个月有两个周期可以挑战 1到15号 16号到30号或月底 那么当初我看到这个制度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哇左右250万 感觉很多 但是呢 要分享一个秘诀给所有的伙伴 左边50个家庭 右边50个家庭 每个家庭消费5万PV 有没有简单很多 那么如何让这些家庭愿意去消费5万PV 有没有发现我们产品的魅力 真的是品质很好 价格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们要的是消费者 不是一群经营者 消费者是不会去寄点数 不会去寄PV的 我们去大卖场超市 我们也不会问店员说 我寄几点了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需要这个商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每个家庭不断在消费的时候 我们把它服务好 所以很多的伙伴的迷思是以为 哇我要找一大堆的人 签一堆的人 但是签一堆的人里面都没有跟这些伙伴说 爱多美到底在做什么的 所以当初是一片绿油油 现在是一片红通通 真的要介绍我们公社的产品 跟成功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曾经有达到这件事情的人 我们就叫他销售大师 个人70万左右250万 那么什么叫做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销售大师 不是只有一次这样子的记录而已 他在每两周内 不断的可以达成这件事情 所以现场的伙伴跟新朋友 不要有一个迷思 我用钱买到销售大师 我以后天天 每个月 每周就会有分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有真正有消费者 而且我们这个奖金制度里面 绝对用钱是跌不起来的 今天三个人可不可以当销售大师 可以吗 一个买70万 右手边买250万 左手边买250万 销售大师 那下个月还这么买吗 就会变成像以前的传直销一样了嘛 爱多美的组织架构真正是扎实的 大部分的都是消费者 有少数想要成功的经营者 去带领他们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销售大师 第一笔的奖金 天天对碰 我们就算一个最低的就好 天天2250 不算4000 不算9000 天天对碰 在第一笔奖金 一个月5、6万 同时销售大师的分红 每两个礼拜 大约13000多块钱 所以平均在8万左右 我们的销售大师的收入 是这样来的 非常的扎实 也可行 所以访问一下现场的朋友 一个事业 你扎扎实实的做 两到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退休 每个月有8万块钱的收入 想要的举个手 让我看一下好吗 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现场有这么多的销售大师 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只是把今天 把自己成功的经验 跟我们的伙伴分享 我就是借由爱多美这个平台 我们就是在复制这样子的事情而已 这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可以说 有的伙伴就说了 哎呦我已经做了三年了 两年 为什么还没有当到销售大师呢 很简单 方法用错了 如果不断的参加我们的成功系统 不断的分享爱多美的商品 半年 一年 两年 最慢三年 都一定会成为销售大师的 重要的事情是 有没有进到我们的爱多美成功系统来 这个差别非常的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阶成就的奖励 每个大师的进阶呢 我们同时公司都会送我们产品 像销售大师 我们的蜂蜜银 黑莫蜜 还有六建筑一套 那钻石呢又多了一台的平板电脑 那当我们胜到玫瑰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出国旅游去玩 同时呢还有两百万韩元的零用钱 就是让大家去购物的 尽情的购物 买不够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你当了一个玫瑰 那时候钱已经非常多了 再来呢 我们一次性的奖励 星光大师 皇家 王冠大师 所以在座各位为什么要设定目标 因为销售大师 跟你要当皇家大师的努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月想要赚两千多块钱的伙伴 有吗 举个手让我看一下 哦有 只有一个而已 如果想赚两千多块钱 其实去中心就可以了 那么想要赚两万多块钱的举个手 让我看一下好吗 有有 一日研讨会一定要去 那想要赚二三十万以上的举个手 让我看一下好吗 哇非常的多 成功学院一定要来 大家知道这个等级的差别吧 所以从今天回去开始 把你的目标 把你的梦想寄到南海里面 不要再说那个伙伴都不认真 都不成功学院了 因为人家是要赚两千多块钱的 你怎么可以勉强他呢 好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我们的尊王大师也是一样的 有办公室 有车 哇 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生 人生有梦 逐步踏实 一步一步来 销售大师 钻石 玫瑰 星光 那么我们所有的大师里面呢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销售大师是可以靠能力起来的 就是哇 个人很会卖东西 就拼命卖 分享点数给我的伙伴 就当个销售大师 但是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财富跟收入 你需要的是一个系统 真正大的一个成功的系统 所以钻石以上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了 都是靠团队 一个钻石的晋升 他要协助左右区各两位的销售大师 那一个玫瑰大师要协助左右区 两个以上的钻石大师 所以这样的制度是什么呢 不是只顾自己的成功而已 我们只有两条线而已 我们要的是不断的帮助底下伙伴的成功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我们的伙伴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 我们也很难再往下一阶去晋级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销售大师在爱多美一个月 平均的收入是8万块钱 一个auto的销售大师 那如果是一个自动型的钻石 在爱多美的收入有15万到40万 甚至更高的钻石都有 所以看你是小钻石还是大科的钻石而已 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奖励跟收入 那后面的皇家王冠尊王大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其实后面都已经封顶了 收入都非常的多了 非常的丰富了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荣誉感 今天不会有人只是为了赚钱而来 赚钱的事业太多了 土地啊什么这些 到处都有都可以赚钱的机会太多了 我相信选择爱多美的伙伴是扎实的 是愿意一步一脚印耕耘的伙伴 比较多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分享 就是要分享正确的做法 绝对不可能是说 我教你们大家 就是这边买 那边买 就可以升什么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分享的 除了赚钱之外 更多是爱多美给我们的爱 给我们的成长 给我们的丰富 这个是更加迷人 更吸引人的地方 这是别家公司没有的 相信大家可以慢慢的体会 好那最后帮到现场的伙伴来总结 为什么爱多美这个事业可以经营 首先第一点 爱多美的商品都是有特色的 我们不是卖一般的牙膏牙刷而已 是每个家庭都可以使用的商品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里面 昨天也提到我们商品真的会说话 我们只要大量的使用 大量的分享 我们不需要口才好 因为如果公司的产品 品质不好 我们口才好 有用吗 没有用的 所以公司已经帮我们把产品的品质 做到了非常的好 同时价格非常的便宜 我们也可以说是平价 每个家庭都消费得起的 同时因为商品的品质好 数字会说话 我们不需要规定 跟勉强我们的客户消费者 需要购买多少 他们自然会去回购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爱多美公司的背景 非常的强 非常的厉害 所以很多的伙伴就会问了 那信心来自于哪里 信心来自于充分的了解 绝对不是朋友说 我的长辈说这个好 那个不好 亲自去了解 去做足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最后一点我们的退货率 非常的低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坚持到底 就值得拥有美好的人生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结束今天的分享 有一个妈妈在厨房煮菜 那么她听到她家里的宝贝儿子 非常凄惨的哭声 那么这时候呢 隔壁的邻居都来了 大家冲到了客厅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现了这个小男孩的手 卡在花瓶里面 拔不出来 而且大家越拔 是哭的越来越大声 这时候有人就想了 那我们把花瓶打破不就好了吗 所以大家齐心合力把花瓶打破了 这时候啊 小男孩的手终于伸出来了 那么大家又很惊讶的 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手只要缩起来就伸出来了 那为什么这个小男生一直握紧着拳头呢 哇手打开发现什么呢 握着十块钱 那十块钱对这个小男生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在隔壁的超商买糖果买棒棒糖 但是这时候呢 有一个人哭得更惨了 小男孩的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花瓶三十万 他可以买吃不完的糖果给这个小男孩 所以这像不像我们现场的朋友 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常常在抱怨 现在没有更好的机会 现在没有景气不好了 我的体力也不好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这么棒的事业 爱多美 它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但是我们还紧抓着自己 认为很好的工作 或很好的生活 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 不能说是牺牲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享乐的时间缩短 投资在爱多美身上 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是会有大大的富足 接下来最后两个问题 你的音量不要偷看别人 你的音量决定你渴望的程度 你的音量决定你渴望改变的程度 现场的伙伴 你们想要成功吗 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爱多美这个事业 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坚持坚持再坚持 相信在场所有的伙伴 都会在登峰相见 谢谢大家